谁的团队最给力 我的团队最鼓励 谁的粉丝跟我一样 哆哆哆哆哆 第六十件美国总统选举 来到了关键一周 来自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贺锦丽与特朗普 几乎全美国走透透 卯足全力拉票 但是两位候选人绝对不是孤身作战 因为他们都各自拥有 强大的后援军团 在9月一场美国总统辩论会上 最亮眼的不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的表现 而是美国乐坛天后泰勒斯威夫特 竟然在辩论会结束后 迅速公开表态支持贺锦丽 这一波操作不仅在饭圈里炸了锅 还瞬间引起外国歌迷 对于这位潜在总统人选感到好奇 就连一向对音乐作品严格的 帝昂斯都授权贺锦丽团队 使用她的歌作为宣传曲 还有英国流行小店后酷娃恰丽也参举奖 献上专辑概念 随着越来越多重量级歌手选边站 接踵而来的还有大众所熟悉的好莱坞大咖 也纷纷表态 可谓是众星云集 有些还是当代年轻人的精神领袖 这些都是牵动着全球流行音乐 和影视作品的超级明星 分析员因此认为 他们很有可能带起投票的意象 是不容轻视的存在 不同于贺锦丽的饭圈攻略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背后可以说是满满的饭桥 因为他的后援会不是超级富豪 就是石油赌场房地产的大亨 就连全球首富特斯拉的创办人马斯克 也为他站台 同时还豪制7500万美元 为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保驾护航 多家博彩投资市场都为他背书 虽然特朗普土豪作风 加上话风吸力可能得罪不少人 但无可否认的是 他外形辨识度高 又敢怒敢言 让很多人很是受落 尤其是在他经历了枪击事件后 个人魅力可谓是三级跳 甚至还有狂热粉 把他的名字直接文在身上 超级夸张 此外还有一些公司看准商机 推出周边产品 有者以特朗普为名推出虚拟货币 一度让一大票支持者陷入炒币骗局 有了明星富豪加持 贺锦丽与特朗普无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 宣传都不手软 除了杂重金经营社交平台 他们也在各大选区投放广告 两人合计政治广告 花费超过100亿美元 有报道指 贺锦丽的竞选团队单单在8月份的开销 就已经高达1.74亿美元 几乎是其竞争对手特朗普的三倍 看过了两派人马的造势 双方绝对是势均力敌 不过总统宝座只有一个 到底是年轻饭圈的呼声高 还是资本家的算盘打得响 11月5号自由分享